然后我俩就吵架 然后正好这段时间 因为生病了 在医院住 你住院了 对 9月底10月初吧 然后住了半个月 我想这半个月 两个人再吵架 你都打算结婚 你怎么能表示一下 你把我拉黑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打不进去 发信息也不回 我不是他是不是收到 之后呢 你去医院看他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不知道他生病 到后来呢 这不是碰到他闺蜜了 他闺蜜就说他生病了 怎么你也没去看看 我说我工作忙 我闺蜜是怎么说的吗 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楼 AB座 我闺蜜看到你 第一眼说的什么呀 要您真忙 媳妇住院半个月了 你才出现 工作忙 再说你有发信息 你不回 我也不知道 你请我 你又不跟我说一声 你不认识他们家是吧 主要是那两天 公司就是 是两天 是十五天 他说住院半个月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 那个要是做业的话 就是一个月都是 说 你汽车销售 客户一般都是夜里 九点钟开始逛汽车城 不是 逛的第二天早上六点钟 客户上班了 你们接着工作是吧 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 这逗我们的吗 就是你住院 他没看你是吧 对 是我闺蜜告他的 我住院了 那他就看你去了 然后我都出院了 他来了 出院了之后吧 也不想搭理他 这个还结婚吗 再说吧 你还想结吗 想 是男人不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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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人道个歉吧 住院15天没去看 好不好 亲爱的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等我出病再来 这是要把人噎死 好